台中有一名78岁妇人呼吸急促喘不过气 紧急松衣治疗 医师在检查后发现 他的右侧肺部严重积水 而且呢积水当中还验出有恶性癌细胞 但是找不到到底癌细胞从何而来 最后是透过正子电脑断层造影 才找到原来是卵巢和疏卵管 有一颗10公分大小的恶性肿瘤 透过手术切除并且进行化疗之后 目前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透过正子电脑断层造影全身检查 发现患者的骨盆腔内有一团恶性肿瘤 大约10公分 腹腔淋巴又1公分以下的淋巴结 医师怀疑这就是癌细胞的来源 检查出来他有大量的肺积水 把积水抽出来进一步的化验 发现里面有是转移过来的癌细胞 原来一名78岁的妇人 日前呼吸急喘不过气来 紧急送医 医师检查出发现他的右侧严重肺积水 积水中还验出有恶性的癌细胞 但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转移来的 还好靠着正子电脑断层造影 揪出癌细胞源头 正子造影属于一个功能性的影像 可以看到我们体内代谢葡萄糖的过程 原来一般的超音波 看到的是器官的结构性 要看到结构异常 通常要等到癌细胞病变 或者是一定程度 恐怕会错过治疗的黄金时机 而正子电脑断层造影 在高度药物的引导下 可以看到恶性癌细胞吸收药物后 代谢会比较高 呈现出来的造影影像 幸亏妇人及时找到癌细胞源头 透过手术切除 并且积极化疗 恢复健康 谢谢江林佳明台中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